第26集 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 江南七怪当中的六怪 是群斗长春子 秋处金 九斗之下是突发七招 这一掌天外飞山 眼看就披着张阿生身上了 笑谜托张阿生 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万般出在无忌所耐 运气使力打算应激 秋道长这一掌 就听着咔嚓这么一声 可了不得了 张阿生啊 这一条胳膊 竟然被秋处金 运续的全真派 上城内功的议长 是生生击断 这一掌比刀还快 竟然呢 把这胳膊就给打折了 中二爷一瞧啊 是大吃一惊 身体往前一蹿 铁扇骨 突然间的就像啊 秋处金的玄机穴上点过去了 他这一招啊 也是玩了命 这叫功敌必自救 他生怕呀 这个秋处金 伤了自己五弟 小弥陀张阿生之后啊 是继续追击 这样张阿生的性命有伤 可是秋处金打伤一人 精神一震 就用手中的铜钢 在身前一挡 连朱葱的铁扇子呀 带其他几位的兵刃 可就全都挡开了 这会儿就听了全金发 哎呦一声 怎么 慌乱当中啊 这个江南剩下的五怪 未免招数有些迟慢 看见张阿生受伤啊 折了一条胳膊 心里边都有点吃惊害怕 所以手底烧嘛 让这个秋处金就抓住机会了 他伸手这么一捞啊 把全金发那个秤锤子呀 就那秤驼呀 就给让他攥到手里边了 秋处金呢 往回一实力 极多秤驼 全金发呢 他的力气哪比得了秋道长啊 眼看着要不撒手啊 这兵刃 带着他呀 这身体整个 这身体整个 竟然就朝这个秋处金呀 近了两尺 因为您听明白了 他使得秤啊 抡开了 他离着秋处金比较远 他是在 啊 秋处金身前 巨斗的这几个人的外边 伺机而发 因为他这兵刃带链 兵刃最短的 是朱聪啊 和玉女剑韩晓莹 剩下那几位呢 他有铁匾的 他就稍微长一点 在后边助攻 那么全金发呢 又在呀 南西人后边一点 这几样兵刃 可就分出层次来了 所以秋处金不容易 远近都有 你不知什么时候啊 就来一样兵刃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兵刃 他舍不得撒手 连兵刃带人呢 竟然让秋处金 给拉过来了 等他想撒手的时候 晚了 秋处金现在 把铜钢挡在 自己跟南西人呢 朱聪的前面 左掌突然间一撒手 松开这冲突 照着全金发 天灵盖 可就呸下去 您琢磨琢磨 这一掌 打得张阿生身上 张阿生还会 铁股身 金钟罩 一身横链 那还把胳膊打折了呢 这要直接拍的 全金发 天灵盖上 那当时毕命 可把韩宝剧 和韩小营 吓坏了双双 跃起 手中的兵刃 照着秋处金的脑袋上 可就下去了 秋处金也得躲 不躲 他也完了 对方不顾 秋处金的反击 玩命 必取秋处金的手机 这种拼命的打法 秋处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所以他只能闪身 闪身回掌 他对付韩室兄妹 但是呢 他的脚又抬起来了 别看全金发 死里逃生 但这一脚还在挨上 啪这么一下 整踹在腰眼里头 哎呦 剧痛彻骨啊 就让秋处金这一脚啪啪 踹一溜滚啊 啪的地震可就起不来了 焦木大师在旁边一瞧啊 可了不起的了 自己请来的江南七怪 眨眼之间 战斗的六人已然两个人身受重伤 因为自己 自己请的朋友受了伤了 那自己是本家正主 哪能看着朋友挨打 自己不动手的呀 他原先想着呀 能够心平气和的和秋处金把这误会说开了 他想啊 借着江南七怪的这个威名 镇住秋处金 使秋处金不敢贸然动手 大家伙啊 把话聊开 哪知秋处金武功太高了 根本 他就不想说 江南七怪要说打 那咱们就打 还真是 这一动上手啊 秋处金 以一滴六还伤俩着 所以现在焦木不出手不行了 当下 袍袖里边 这么一伸手 就举起这么一段呢 乌焦的短木 往前咱们一揉身 就往这个秋处金的夜下就点去了 秋处金一瞧 感情焦木合成也是一个点穴的高手 是出手不凡 别看 已然趴下俩了 六怪剩四个 但是现在补上一个焦木啊 比刚才的战斗力似乎还有所增加 当下秋处金是宁神对付 柯震恶呢 他看不见 但他能听见 他也能听出来了 老五张阿生 老六全金发 受的伤都不轻 当下 他手挺着铁杂 就要上前驻战 就在这会儿啊 全金发 大喊一声 他不趴在地上起不来吗 但他能说话呀 大哥 打铁铃 禁卫 再打小过 嗯 秋处金一听 全金发要指挥啊 他大哥 柯震恶打暗器 要打这个铁铃去 打这个禁卫跟小过 这个禁卫小过是什么意思呢 是方位 这是全金发跟柯震恶呀 两个人经常在一块练习的 这个秋处金万没想到 盲人也能够打暗器 他听见这个全金发喊呢 这两宗暗器 一先一后 奔自己的眉心 跟幼化已然打到了 而且 听风便误 不仅这瞎子打得准 而且力量奇大 速度奇快 真是罕见罕文 这功夫怎么练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月波演播的 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这个福西六十四卦呀 它是六十四个方位 哎 这全金发没事呢 他就和这个 他大哥柯真恶脸 练 这六十四个方向 他喊哪 柯真恶打哪 时间一长 练习的久了 真得说百发百中 全金发呀 那就是柯真恶的眼睛 这铁灵甲呢 又是柯真恶的独门暗器 四面有角 您看着呀 跟这个灵甲一样 但是呢 他那脚是十分的尖锐 这还是柯真恶呀 双眼未盲之时啊 练成的绝技呢 他这暗器是纯铁的 所以十分的沉重 现在两只铁灵打出来 邱处吉可也来不及细细啊 转铜钢 就收他这两枚暗器 铜钢斜转 就听了汤汤两声 两只铁灵就啊 全都打在了铜钢之内 邱处吉伸手 拖铜钢接铁灵 铜钢竟然这么一晃啊 啊 你别瞧 南西人那重钢的扁担 打在铜钢之上啊 这铜钢都不见得晃一下 现在竟然 瞎子两枚暗器 打着这个铜钢一晃 哎呀 这个瞎子好大的手劲啊 这会儿再瞧韩氏兄妹 朱二爷南西人 全都往旁边 这么一堵 拳金发嘴里不住的 可就喊上了 打 中福 黎位 明依 他这个一叫这个方位啊 他和柯震恶是练熟了的 那么这个柯震恶呢 就瞧他的手 不住的挥动 啪啪啪 一支支铁灵就 有先有后 按着这个方位 可就照着 秋处基身上招呼声 柯震恶的这六个 弟弟妹妹 当中只有全金发 有这样的能力 眨眼之间 连打十几枚铁灵就 竟然把秋处基逼得 不住的倒退招架 竟然呢 来不及还手 但是呢 这十几枚铁灵就 也没把秋处基怎么样了 也没伤着他 柯震恶 心里边一琢磨 这个老六 他这一喊方位 我是听见了 我听见了 秋处基也听见了 而且秋处基 要是知道六十四卦的方位 他可也明白 这不等于给人提醒一样吗 人家该收的收 该躲的躲 我这暗器肯定 也打不着他 而且呀 在一听全金发 喊方位的那个声音呢 是越来越轻 越来越弱 叫声当中啊 还夹杂的声音 就知道 他是伤痛甚烈 再侧耳细听张阿生 老五 孝弥陀 竟然是一生不做 现在不知生死如何 柯震恶一琢磨 我呀 我要想赢这老道 我得使我的绝招了 就听着全金发说 打 打他的同仁 柯震恶这次啊 可就真使了绝技 双手一扬 四只铁灵 就是一起往外打 这个四个铁灵 就都不打同仁位 一个呀 打同仁之右的结位 笋位 另外那两枚呀 打同仁左边的 峰位和梨位 邱处姬呢 也听见全金发 喊同仁了 那就避开同仁部位吧 所以他向左 跨一大步 他万没想到 柯震恶 别看眼盲心不盲 竟然突然间 使诈用计 就听着两个人呢 同时惊呼 邱处金的右肩之上啊 已然 就让一只铁灵 就给打中了 那么那个 对准损位上 发出的 那一个铁灵灶呢 却打在了 韩晓莹的背心之上 这怎么回事呢 您看 邱处姬呀 他为躲同仁位 他往左呀 跨一大步 原先呢 打向这个同仁卫的这个铁灵就 又偏着这个位置啊 稍微的靠了一点右 等于就打在他的右肩上 那么打损卫的那个 为什么打到韩晓莹身上呢 因为韩晓莹情剑呢 是追击秋处击 这个柯震恶到底是看不见的 他为什么打四只铁灵就 就是这一下出去 不管你往左往右哪边躲 我这四只铁灵就 必然其中有一个能打上你 他是算计准了 但是呢万没想到 韩晓莹跟进来了 韩晓莹情剑打算追击老道 结果挨了这么一铁灵就 这一生惊呼之下 柯震恶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自己的小妹重暗器 喜的是老道已然负伤 他高声喊赫 七妹快来 这个韩晓莹啊 赶紧往他身边抢 怎么他太知道了 他大哥的这个铁灵 叫这宗暗器啊 未有剧毒 是厉害无比 就看柯震恶 从身上摸出一颗黄色的药丸 就塞得韩晓莹啊 嘴里边的 去 赶紧睡到后园 你地上 千万不要动弹 等一会儿 我过来给你治伤 您听明白没有 他让韩晓莹啊 睡到后边啊 园子里头 他这个庙后的啊 也有个花园似的 这和尚呢 也种些个花草树木 但是你睡 你也别睡 你石子路上 睡在泥地上 他为了往外散这个毒 但是广吃这么一药玩不行 一会儿还得柯震恶 施衣手术 韩晓莹服的解药啊 是转身拔腿就跑 可这饿呢 一听他跑 哎 别跑 别跑 慢慢的走 韩晓莹一听他就明白了 当时领悟 暗骂自己愚蠢 中毒之后不能跑 中毒之后 你要是发力奔跑 血液加快速度 他把这个毒素 直接带到心脏 那是历时无救 所以当下呀 放慢脚步 往后边花园里边溜达 邱楚姬不能不跑啊 为什么 他还得动手呢 可这邱楚姬呀 也听明白了 也感觉到了 但是 他可不能跟韩晓莹 似的慢慢的走 这几位也不让他走啊 他也不能不动手啊 可这饿也不给他解药啊 他知道 这个 暗器有毒吗 他决出来了 刚开始 其实啊 没觉得这么疼痛 他也没在意 他和朱二爷 跟焦木和尚 已然斗在一起了 但是呢 他听见 柯真恶跟韩晓莹 说别跑 慢慢走 他心里边就一动 紧跟着就觉得 自己中铁灵 就在这个地方 隐隐发麻 暗器上有毒 当时老道 心就一寒 这可坏了 一会儿要是毒发 自己今日是命丧此处 这可就不敢恋战了 得赶紧的运气逼毒 可这有一截 这动着手呢 当下 运劲出拳 他打算呀 迅速的结束战斗好走 就往南西人的面门上 呼这一拳 可就击过去了 南西人一瞧 他的拳势凶猛 腿底下立定了马步 横过来这条纯钢的扁担 这招啊 叫铁锁 我横将 就拦在自己的面前 秋处今的并不收拳 扬升土地 这一拳呢 正打在 横在南西人面前的 这条纯钢扁担的正当中 就瞧南西人全身大振 当时钻扁的这两只手啊 糊口碰立 是鲜血之流 就觉着自己 心里边发闷 嗓子眼发甜 咱们嘴里边发虎眼前是金星乱冒 感情啊 秋处即 情即拼命 这一拳已然使伤了全身之力 打在了铁扁拳之上 南西人可受不了咯 当时深受内伤 脚步虚幅 扑通 往地上这么一坐 铁扁拳的 融融融 路过于尘埃 打算不吐这口血 已然办不到了 我 当时是鲜血之喷 秋处即 又中伤一个人 但是自己的尖头是越来越麻 拖着铜钢啊 是一月来 一月沉